朋友们好,今天是2020年10月4号,星期二,现在是美东时间下午的4点55分,美股已经收盘,我们很快走一下收盘节美股。 今天关键的题是发生了什么? 欧美股市集体报纳,导致两天累计上涨超过1500点,法国股指仅上升超过4%。 我们看今天主要的摘要,那么第一点,有数据显示,教育员险距降低了人们对美联储加息周期终点的预期目标,此前公布的点证图显示,央行官员预测加息周期的终点在4.6%左右,也就是到明年的第一季度。 我这个周末专门讲过这个点证图,大家可以去回忆看。 但目前教育员认为终点应该在略高于4.4%的位置附近,并且明年年内应该会至少降息一次。 大家注意,这个只是目前一些市场,一些教育员实际上有一点打赌的性质。 那么这个赌当然是有一点的依据,有一点的外部环境,我们接着往下面看。 那么第二点,左右交易员想法是,近两天公布的关键授举,那么周一,也就是昨天美国公营管理协会ISM,公布的9月PMI落得50.9%,较8月的52.8%,大幅走低。 那么其中制造业新订单指数落得47.1%,那么这个会反映出经济的需求端已经有被压制的反映。 也就是说,这个经济已经开始放缓了,那么第三点,周二,也就是今天,劳工部公布的8月份的职位空缺数量为1,010万个。 那么较跟7月份相比减少了110万个,表明劳工市场在美联储激进的加息下,终于出现了松弛的迹象。 那么昨天,也就是礼拜一,纽约美联储主席威廉姆斯承认,他已经看到了美国通胀降温等苗头。 所以这些实际上就是这些交易员认为加息的终点这一次可能是4.4%左右。 而且大家如果看个消息面,大概就是前几天吧,联合国冒发会议警告, 如果包含美联储在内的发达经济体央行持续加息,可能会把全球推于衰退,继而陷入长期的停止。 所以冒发会会建议这些经济体选择收取一次性的暴力税来代替加息。 所以整个不管是从外部环境,还是从美联储内部的这些PMI,包括这个直为空缺数, 实际上都表明这一次激进的加息实际上已经有一些效果,但是对股市的冲击也非常大。 好了,我们很快来看一下今天这个大盘的情况。 我们先看一下FINSTO,今天实际上是一个震荡的行情,但是它因为是一开就是高的,就是说基本上是往上行的。 今天我们看一下FINSTO,那是达克实际上涨3.34%,那么标普500上涨3.06%,涨幅都是比较大的。 我们看一下,来到从10%上涨2.8%,我们再看一下这个行业的热力图,大家可以看基本上所有的板块都是上涨的。 所以今天涨的,基本上是普涨,你不管买什么股票,应该是,除非买的非常特殊的股票,基本上都应该是上涨的。 我们看今天领涨的板块,应该特朗普概念上的21%涨幅非常大,这都主要是推特。 推特就是说,大家查一下消息面就知道,那个Elon Musk已经答应,就是说按照当初提的那个价,购买那个推特。 那么第二个就是游轮概念,今天上门也是,因为游轮概念,大家就是昨天下跌幅度非常大,尤其那个CCL,已经是Police低位。 那么社交媒体,量子计算机,外卖概念,极光雷达概念,博彩,这些今天尽量解幅度,涨幅都是比较大的。 我们看今天涨跌分布,今天下跌的股票一共是1585加,那么上涨的股票是9945加,所以上涨的股票远远多于下跌的股票。 好了,我们很快地看一下大盘距的情况,我们先看一下标普500指数,今天上了3.06%,这个涨幅是比较大的对于指数来说。 大家可以看一下,今天实际上是个V型的反转,连续两天,今天是跳空往上涨,而且大家看,它已经远远地过了前面这个高点,但是它还,前面这个低点,6月份这个前期的低点,但是它还没有,还没有来了这个牛跟熊的分界线,这一根线大概是3845点,就是牛跟熊的分界线,我觉得这一次反弹很有可能要冲击这一根线。 我们看一下均线,目前均线来看,已经是站上了10天线,这个月线,20天线,跟这个牛跟熊的分界线基本在一个位置。 我觉得这个10月份很有可能要冲这一根线,当然它不会一天两天到,它中间有可能还有一些回调,但它最后应该会,会过这个地方就是说,这个应该是非常大干的时间。 我这个昨天也讲过,周末实际上也讲过,10月份往往是,是就是说平均来讲,每股是涨幅,反弹幅度比较大,尤其如果说9月份跌幅非常大的话,非常深的话,那么10月份反弹的力度就更大。 这个是个基本的逻辑,这个是个统计学的一个概念,我们说这个股票没有万含就本身的guaranteed,只是个概念游戏,那么你自己带好职审就可以了。 我们看道琼师,那么道琼师同样的,所有的指数都是类似的,大家可以看一下,基本上是V型的反弦,而且也是过了6月份这个前期的这个低点,但目前离这个月限还有一段距离,大概是30,466点。 所以跟那个标本类似的,大概的时间,大会来的这个,应该会过这个位置,但也许明天,也许还过几天,中间可能有一些回调,但是我猜想10月份这一波应该会过这个月限。 这里头,刘跟熊的分界线是在这个地方,这一根线,29543点,实际上这个线也就是2020年3月份疫情之前的那个高点,目前已经站上了这个位置,所以大家发现一个规律没有,这个啊,大家可以看那个道琼,那是达克,第一次进入熊市的时候,都很快过去了,那个标普500也是类似,那目前能的道琼师, 它也破了这个,曾经破了这个流行的分界线,也就是很短暂的,然后马上就站上去了,应该有一波反弹,这个当然取决有意的给大家说,取决这个CPI,取决这个加息的外部的环境,就是说,另外这个锁表的规模,这些都直接对这个大盘有非常大的影响。 我们看纳斯达克,纳斯达克中国指数今天上的3.34%,那么同样的,它一反弹,所有的这些大盘都反弹,它已经,它这个也就是只有一天的时间,破了这个6月份这个低点,纳斯达克这一波,这波回调,相对说强一点,比那个道琼师,似乎那个标普500, 到目前来看,也是站上了10天线,你这个月线有一段距离11324点,所以也同样的,大盘的事件,这一次应该会过这个月线,10月份这一波反弹,我把它称为终极反弹。 我们再看一下这个飞行办法的指数,今天上的4.46%,这是个比较单一的一个指数,所以它跌起来也快,涨起来也快,大家看一下,大盘也是,也是赞上了这个前期的这个低点6月份这个,我们是以书盘家来看,而且你月线是非常非常的近了,目前来看,有可能在这个地方,明天说不定被打回来,重新测试这个,前期这个低点2000, 2456点都有可能,但是如果说大盘继续按照目前这个情绪,因为像这种微信的反转,大部分都是受市场情绪控制的,就像我们前面刚刚说的交易员就是说赌,赌就是说美联储,最终的这个加息周期不是4.6%,而是4.4%左右,那么这个时候如果市场情绪继续疯狂的话,它很有可能就突破这个月线了,这个大概是2500, 211左右,我们拭目以待,我们再看一下这个美国神级国债收益率,这个就开始下降了,所以这个基本上跟股市,跟大盘是反向的,这个要是下错的话,一般说大盘都会上涨,但是它今天似乎有支撑,在这个月线附近,它是3.576附近,所以这个说不定明天,大盘会有一个小的反弹, 我刚刚说过了,主要是这个市场情绪的影响就是说,如果说这个美国神级国债收益率跌破3.5%,也就是前期的这个高点,那么这个大盘,尤其那是打开这个中期的这个反弹,应该就是确定了,还,也就是大盘还会继续往上反弹,这个整个11月份,10月份,11月份,甚至延续到12月份都有可能, 所以大家可以密切关注一下,这个美国神级国债收益率,另外我们再看油吧,那么这个原油也开始反弹了,今天站上了前期的这个地方的高点,大家看一下,已经是站上了,今天第一天,今天上的3.2%,但总的来看,这个油价走势还是下降趋势,你从均线就看得非常清楚,尽管今天站上的月线,但是它这个季线跟这个半年线, 基本上都形成了一个史上,中期来看,它还是比较看跌的,所以油价明天说不定要回车,这个前期的这个高点,大是84块7毛4左右,我们再看一下这个黄金,那么黄金也开始反弹了,大家可以看一下,所有的这些原物料,这些油价,这些黄金,唯一下跌的就是美国神级国债收益率跟那个美元指数,我们等会要看的, 它已经又站上了前期的这个非常重要的支撑线,而且今天似乎也站上了这个季线,所以这个黄金的反弹,似乎比那个原油还要强一点,就是说,我们看,大家如果说买了一些跟黄金相关的股票,你可以看一下,它最近能不能站稳这个季线, 这个季线的位置大概是1724左右,到今天是站稳的,我们再看一下这个美元指数,我们刚才说的美元指数跟,美元指数今天是下跌的,但是现在因为美元指数是24小时的交易,到现在是要上涨,但是今天应该是, 里边是一根实体的英镑,这个下跌还是比较猛的,今天它正好是来到比较重要的支撑线这个地方,这个就是前期的高点,所以明天说不定有一波反弹这个美元,美元反弹的话,这大盘是比较有比较大的压力的,就是明天大盘说不定有一波回调的,去取决的买什么样的股票,倒不是所有的股票都会下跌, 所以大家大盘明天有可能有一个回调,我们看VIX,VIX的时候又破了30的位置,今天下跌的3.42%,你可以看到实际上它今天跌过了10天线,但是20天线应该是还比较远,我以前说过这里有三条线,一个就是25,当这个过25的时候往上,就表示这个市场已经近于恐慌,那么如果突破30的话, 表示市场比较恐慌了,那么过35,40的话就是极度的恐慌,目前很明显,但目前还是,就是说是近于恐慌了,而且结局也就是非常恐慌的状态,而且它目前似乎是非常明显,它这个趋势线没有过,被打回来,就是说,我们看一下科研形态,今天这个科研形态倒是这个下场一些比较长,表明今天 今天卖盘还是比较多的,从这个角度来说,明天说不定这个往上走的可能已经比较大,这个同时从另外一个角度说明天大盘有可能要有一波回调,因为它跟这个VIX的时候跟大盘是相反的,好了,我们今天就到这儿,祝大家明天交易训练,拜拜